主席,请陈代部长 请法务部陈次长 委员长 主席,我本来是苏职要跟你请教你 但是你今天在这本来这个询问 所以我是要在这样一个有记录的公开参合里面说 提到这个有关阿扁的 阿扁现在现在已经很久了 我想你知道 这个人有这个有问题 他睡觉的时候一个小时大概是 休息的时候差不多 等差不多五十几次 那第一次他手势之后 他有改善,现在差不多三十几次 那你知道他现在这个人 因为阳气不够 所以这个头脑无一手 这是专家疑心的公法 所以他现在要动第二次手势 我前几天也跟你打过电话 现在疑心的感觉 疑心胸一定会 要给他开刀的这位医师 丹丹医师 他说 因为他的各种设备等等 他是希望能够在北戎 台北这个英众 开刀 但是有一种传说 没有什么人来说的 说假定阿弁医师 移到这个台北荣总开刀的话 他就不能再回到台中监狱 他必须要把他送到台北监狱 就是要回到台北监狱 这些地方的事情 又跟他说 说你现在去那边开刀 他说最后要留在台中开刀 他先说在台中 他那个成功率只有50% 因为他其他国中的 这些配比定定 这个开刀 这一位医师 他以为他说北戎这个环境最好 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请教 处长 有这种说法 这也能静止吗 真的是他如果去台北监狱 开刀了 有可能这个位 有这样吗 不 我们没有这个规划 没有这个打算 这个外界所传的是误会 我们也了解过 委员 对陈前总统 他是 您是蛮关心的 那 我们也查证过 这消息 我们当时两个多礼拜 应该是两个礼拜前 之前一个月 就有呼吸中指证 那认为说需要 需要开刀 台中监狱先看了 后来因为有医病关系 我们也同意请 原来去年帮他开刀的陈继德 台北龙总 对陈医师 来看 那这些先初步看了以后 在上个礼拜吧 上个礼拜又来看一次 说 那如果要开刀 我们也同意开刀 那是在台中监狱究竟开 还是在移到台北来开 那他移到台北来开的话呢 那台中监狱认为说 他的场所可以借给陈继德医师 来煮刀都没关系 因为龙总系统 那 陈继德医师说 他可能想要在台北 对 那这个台北的话呢 就要涉及到宜监 借户问题 不是说 台北 就送到台北监狱 不让他回去 没有这个 我去说 我去说 他送到台北这个龙总 开刀之后 他还是会回到台中 现在 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 就去回到那去 没有什么特别 我就说 目前没有嘛 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没有特别问题 那您的意思是 那您的意思是 可能有什么特别问题 没有啊 特别有没有什么 目前没有啊 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他来 如果需要借户来台北就医的话 一定会在台北不可 没有其他替代的话 我们这个 这个就要尊重医生的捷径 公开清楚 公开清楚 他到台北的龙总开刀之后 他就一定会 再送到 原来他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就在台中 基本上要回去啦 基本上要回台中啊 就是这样嘛 你跟我意思就是这样齁 但是借户要他就要借户 他在台中 不需要上车到台北这个 没这个规划 没这个规划 OK 这样说清楚 对对对 因为现在 他搞笑去 参加官员 这麦英九总统的 那那糟蹋到 现在实在是 整个人都已经 拌掉生命 不知道 保卑掉 现在不知道 所以你们这个法部 现在 你们这是在看过 在看好 而变了你们这个丹尾 上面 上头都已经用这个 用这个 这个政体表下的先 表下的变了 到现在的先 我想那些事情 当然你们现在 没什么地方 这些事情 这些麻英九 麻英九这个组统到 未来都差不多了嘛 而现在台北又搞成这样的 变成这样嘛 就像利用这个 利用这个 这个司法的修理 他没有不教的人嘛 这真正好嘛 OK 那这一点 这个非常清楚 他已经公开说 说没这个事情 他去那 抽出了 他都要回到台中 第二点 刚刚有很多同仁 他提起来说 你也在日本人 你也倒标通过了 这个 这个 黄世民一定要落台 对不对 那今天问题是 在中华民国中 在司法团队的人 这人都没有黏涕 这在日本 在美国 所以我说 国会议委员 如果是德州通过的时候 他一直没有做台北 这没有人做人嘛 连一点黏涕就没有 所以我想 在法务 特別是法务部 没有人 设置人嘛 知道法律的人嘛 在这些人的不行 因为这个事情 都没有做不对 那这个国家要秉择 怎样 这这 已经完全是一个 一个国家嘛 不输法的 做违信完全没有嘛 八十八十六十 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点 我说你现在是法务部 这个 所有人 我想你应该是 在這方面應該極端減的要看你能夠做的反應 當然要決定不決定 當然有的是馬英雄 當然我知道 但是你們在這個法部部每一個人應該要有一個黏涕的心 特別是特色人 中國的古早也常這樣說 特色人如果沒有黏涕的心 國家就沒有了 對不對 所謂那邊什麼intelligentsia 證明 就是說這些地球分子 應該有地球分子的看法 一個國家地球分子 如果已經升職到他的兩地 這個國家就沒有希望 所以我想這件事 我要拿出來給他做參考 當然 日本人到證明 多數說叫他要留待 我想他應該是要留待 他沒有要再當那些東西 對於一群人應該沒有了 這個人做真的會判的事情 大家知道他真的在賠貨 館長的事情 海星人的火師還是一個火師 這種人 這種人的生命 對生命完全沒有什麼愛心 要做這個檢查中庁 這是國家的代表不行 所以我想你們在這個法部部 先要轉達 要轉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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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我會轉達 目前是因為 困難度就是因為 在修改法院組織法的時候 因為他有任期保障 那現行的法規例裡面 要退場機制 我們沒有找到退場 任期保障 是一個public opinion public pressure 這很重要的 任期的保障 這不是理由啦 任期保障 那不是理由 有些人會假的嘛 有些人偏僻 有些人會假的嘛 對不對 應該要留待 要留待嘛 對不對 好